这个胡萝卜和西红柿都切成小丁 放到打碎机里头打成汁 这个做红色的面嘎的 再把青豆豌豆绿色的豌豆黄瓜丁还有油菜放到一起打成汁 做绿色的面嘎的用 加入面粉做成比较稠状的这样做出来的嘎的汤粒粒分明 红色和绿色的面糊就准备好了 准备小青葱炝锅用 还有一些蘑菇蒸鲜 西红柿切成丁 酱油 把西芒柿炒软以后再放水 水烧开以后就可以下面嘎的了 把这个面糊放到塑料兜里头剪个角 然后往外挤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用勺往里边下就可以了 再打上一颗鸡蛋 红的黄的绿的很漂亮 再放上几颗虾 等到虾变色了 就熟了 熟了淋上点香油 放上一点点盐 漂亮的嘎的汤 出锅了 就上一点雪里红 非常的美味 也很适合小孩子吃 没有皮了 这是虾仁可以吃的 没有皮 吃吧 面 好吃吗 姥姥给做的面 好吃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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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